复查皇后唯一鼓屑,被亲生父亲圈养半生,拥有5240个护身符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乾隆皇帝妃子众多,但他的心中始终深藏着一片白月光,这片白月光便是复查皇后。 在复查皇后先世以后,乾隆无数次思念悲痛,只比为复查皇后做下了无数悼念师。 但是,复查皇后比时贵为王朝最尊贵的女子,也曾接连诞下几位嫡子。 乾隆皇帝欣喜不已,在这些嫡子身上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,可不幸的是,复查皇后所诞下的嫡子先后夭折。 唯独只留下了一位公主,也许是爱无及乌,乾隆皇帝十分宠爱这位公主,毕竟,这是她和她的发妻复查皇后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孩子。 当时,乾隆皇帝还是一个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皇太子,正处在青春年华。 复查皇后,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,与乾隆相遇并相爱,他们的爱情从青涩的初恋中发芽,逐渐茁壮成长,在他们的相知相守中,他们决定走到一起,成为彼此的依靠和承诺。 乾隆登基后,她将复查皇后封为皇后,象征着他们深沉的情感和承诺,复查皇后成为了乾隆心中最重要的人。 她将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在她身上,她为皇后建造了华丽的宫殿,赐予她尊贵的身份和权利,让她成为整个帝国的榜样和典范。 然而,命运却对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,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,一个充满希望的太子。 乾隆对这个孩子充满期待和赞赏,相信他将成为未来的明君。 然而,这个孩子却意外夭折,给乾隆和复查皇后带来了无尽的悲痛和失落。 他们的爱情和家庭再次被命运的残酷撕裂,然而,他们并没有放弃,他们的爱情依然坚定不移。 复查皇后再次怀孕,这一次,她生下了一个女儿,就是后来被称为何敬公主的孩子。 何敬公主的出生带来了皇室的喜悦和希望。 她作为乾隆和复查皇后爱情结晶的最后一点念想,被赋予了特殊的尊贵身份,作为唯一的皇后之女。 她的地位自然不同凡响,她被封为孤伦公主,成为了乾隆和复查皇后最真爱的宝贝。 乾隆对何敬公主的爱超越了一般的父爱,她将她使作心灵的寄托,是他们夫妻情深的见证。 无论是春日的花开,还是秋天的落叶,乾隆总是陪伴着何敬公主。 为她创造一个快乐而温暖的童年,她用心灵的眼睛观察着她的成长,用宽广的胸怀包容着她的一切。 乾隆对何敬公主的恋爱体现在各个方面,她为她建造了一座美丽的花园,让她在其中游玩,嬉戏。 每当何敬公主感到孤独或不快时,乾隆总是亲自前来陪伴她,给予她温暖的安慰和无尽的爱。 她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,让她感受到了作为父亲的关怀和守护。 何敬公主也深深地爱着她的父亲,她将乾隆看作是她的世界,是她的依靠,她渴望能够像乾隆那样英明,睿智。 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益的人,她接受乾隆的教诲,学习着君王的胸怀和治国的智慧,乾隆的期望成为了她成长的动力,她决心要为父亲争光,成为她骄傲的女儿。 护身符在古代中国被视为神圣的符咒,被赋予了保护和祝福的力量。 然而,在清朝乾隆皇帝的宠爱下,何敬公主却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护身符赏赐,成为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传奇。 深夜,皇宫的寝宫中弥漫着幽静的氛围,乾隆皇帝独自坐在龙椅上,目光凝视着手中的册封文书,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。 一个关乎她妇女情深的人生抉择,年轻的何敬公主,美丽而聪慧,如同一朵娇艳的花朵,在皇宫中独自绽放。 她是乾隆与复查皇后的宝贝女儿,也是她们的最后一丝牵挂。 乾隆皇帝深爱着这位公主,对她的宠爱异于言表。 回想起公主童年的时光,乾隆皇帝不禁露出了微笑,每当公主娇羞地走近,带着无辜的眼神向她许愿时,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满足她的愿望。 无论是珍贵的玩具,华美的衣裳,还是远方奇珍异宝,乾隆皇帝都为她悉心准备,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给公主物质上的满足。 她更希望能够为她找到一位真正值得依靠和托付终身的伴侣,于是她开始着手安排公主的婚姻。 当公主踏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,整个宫殿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,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婚礼,为公主修建了宏伟的公主府,彰显了对她的特殊关怀。 这个婚姻成为了乾隆皇帝的一次胜利,她用自己的权威和父爱捍卫了公主的幸福。 从此以后,乾隆皇帝对公主的宠爱更加深,她尽心尽力地呵护她的幸福。 无论公主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,乾隆皇帝都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 公主的婚后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温馨,乾隆皇帝几乎无时无刻不再关照着自己的女儿,从衣食住行到精神抚慰,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的一切需求。 公主与丈夫的相处也因乾隆皇帝的关怀而更加和谐,尽管丈夫可能有所不满。 但面对这位霸道的老丈人,她也只能默默接受。 乾隆皇帝常常亲自前往公主府探望女儿和她的家庭,享受着亲情的温暖。 她在公主府的花园里与公主一起散步,谈心,尽情流露对她的深情厚爱。 这些时刻成为了乾隆皇帝宝贵的回忆。 也是她与公主之间深沉妇女情的见证。 乾隆皇帝对何敬公主的宠爱可谓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。 乾隆皇帝送给公主的护身符成为了公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无论是形状,材质,还是制作工艺。 每一个护身符都被精心挑选和制作。 有的护身符是用黄金雕刻而成,镶嵌着珍贵的宝石。 有的护身符则是以精致的绣花技艺制作而成,细腻的线线缝合着祝福和祈福的心愿。 这些护身符象征着乾隆皇帝对公主的祝福和保佑。 她希望她能够一生平安幸福。 每当公主面临危险或不幸的时刻, 她会不假思索地抚摸身上悬挂的护身符,感受乾隆皇帝的父爱与保护。 这些护身符给了公主一种安心和勇气, 让她在困难面前保持坚定和乐观。 乾隆是历代皇帝中寿命算是比较长的, 在这个医疗不够发达的时代,人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四十岁左右, 但是何敬公主却有了六十一年的美满安逸又富足的生活。 这要感谢自己的父亲,更要感谢自己的母亲, 因为她们的相爱,才能让她一辈子生活在爱里。 正所谓天下父母心,虽然皇帝总是高高在上, 不可侵犯十分的威严, 但是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儿, 其实乾隆还是十分柔软的, 不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忍受任何的委屈和威胁。 其实,乾隆皇帝有很多的孩子, 而之所以如此的宠爱的顾伦和静公主, 主要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感情都给了复杀皇后, 因此爱无及无。 所以,当看到和静公主在外受到了委屈, 不能够幸福的时候, 乾隆皇帝就选择将她重新接到了自己的身边, 让顾伦和静公主一辈子都圈养在自己的身边, 让自己来保护她。 虽然我们现在看来, 其实乾隆皇帝的做法的确是有些自私的成分在内的, 毕竟每个孩子都要长大, 都要独立, 不应该因为自己爱被捆绑在身边, 可是,倘若放在当时那个年代, 如果公主没有了乾隆的保护, 其实一旦独自在外, 还是很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危险和欺负的, 因此, 乾隆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, 甚至也是让人有种莫名感动的。 和静公主被乾隆皇帝宠幸一生,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乾隆皇帝对于发妻复查皇后的申请, 让他在最为无情的帝王家感受到了普通家庭才具有的温情和亲情, 虽然正是用不幸换来的, 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乾隆皇帝能够送他五千多件护身符, 正是对他能够平安的最英重的期盼, 与其说是这五千多件护身符真的起了作用, 不如说是一位父亲对于子女的重视与呵护, 保护着他的成长, 保佑他一生平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